此前外媒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正在更改出口规则 意图打击华为芯片供应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了华为美国分公司 首席安全官安迪·珀迪 或者表示华为能挺过去 但很多美国人会因此失业 主持人朱利亚查特利问道 断供芯片对华为的业务有多大影响 珀迪回应说 去年美国的实体清单 限制美国公司对华为出口 让华为损失了120亿美元 但华为依然度过了难关 去年总收益还有增长 尽管我们不确定结果如何 但我们会挺过去的 珀迪随后指出 如果华为无法从美国公司进行采购 这反而将影响到美国的就业 听到这一回答 查特利追问道 这不止事关美国的就业 更关系贵公司的存亡 珀迪坦言毫无疑问 这确实事关公司存亡 但他表示 美国有4万到5万个稿位 直接取决于300多家公司 向华为销售产品的能力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珀迪同时表示 那些想要通过打击我们 来打击中国的人 可能没有冷静考虑过 这对美国就业的潜在影响 虽然短期内我们会有损失 但最终我们会没事的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查特利还抛出了 华为协助黑客攻击 新冠病毒研究所的阴谋论 珀迪则予以了反驳 并表示华为始终致力于 打击知识产权犯罪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最后破底还强调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以透明方式应对风险的同时 从技术中获益 华为对5G一直是 透明开放的态度 致力于推动5G标准完善 这个过程离不开 美国政府和企业的参与